因不滿 吳川市政府在潛水鎮高站鄉恆陵港林場建設大規模的垃圾焚燒場 遇遷該鎮村民週三舉行遊行示威 示威者黃先生接受本臺採訪時稱 垃圾焚燒場位於潛水鎮水源上游 必定對潛水周邊居民的生活產生不良影響 幾乎所有的居民都走上了街頭 昨天去抗議的時候來了多少人啊 警察把村民打了是真的嗎 政府怎麼回复你們的 另一位潛水鎮居民周先生表示 因為年齡較大 他沒有參與遊行 但目睹了整個過程 街上人頭湧湧 大約有近千人遊行 其中還有學生 記者聯繫到一名參與示威的當地公務員 他表示 垃圾焚燒場一旦建成 周邊居民的生活將被嚴重影響 所以他才決定走出來抗議 但因工作關係不方便多說 這個肯定不通緝的嘛 通緝了還有這部多元機會的 你不要再問我了啊 記者就此致電潛水鎮政府 一名值班人員表示不清楚事件 而當記者詢問是什麼辦公室及電話號碼時 對方則立即掛斷了電話 記者又向武川市政府查詢 一名值班人員稱 該項目是政府工程 省會廣州也有類似的工程 將對垃圾進行環保的分類銷毀 記者隨後又致電 武川市環保局公開電話查詢工程環評情況 就是潛水鎮要建一個垃圾焚燒場 你們環保局知道這個消息嗎 我在這裡接聽電話我不知道 像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去哪問呢 這個我不太清楚啊 直接那個投訴電話 據示威者在網絡上發布的消息稱 項目的建設並未向周邊村莊張貼告示 也未邀請周邊村民舉行聽證會 政府部門也未把項目建設內容對環境影響 對居民生活的危害性作出解釋 並於近日悄悄啟動項目建設 最引發周邊包括吳川市潛水鎮 華州市銅慶鎮村民的強烈抗議 至本台記者週四晚截稿為止 當地政府仍未對此事作出回應 而當地媒體也未報道事件 以上是自由亞洲電臺 特約記者 欣林的採訪報導 請問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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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